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目 中共前内定接班人孙政才被双开 无疑是本周的新闻焦点 在2017年中秋之际 秦城的影子内阁终于喜获团圆 9月29日 中共官媒宣布 孙政才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并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官方罗列出孙政才的六大罪状是 毫无理想信念 背弃党的宗旨 丧失政治立场 讲牌场搞特权 选人用人为亲为利 泄露组织机密 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 收取巨额财物 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 腐化堕落 搞权色交易 还有一条让人费解的罪状 是慵懒无为 因为从其他五条罪状来看 孙政才实在是太勤奋 太忙碌了 几乎是废浅忘食 夜以继日的贪污腐败泄密 和搞权色交易 堪称是当下共产党官员的楷模和标兵 实在不能算是慵懒 当然 中共说孙政才慵懒无为 是指他在重庆肃清博王余毒不利 但从中央给他的定性措辞来看 岂止是肃清博王余毒不利 简直是感染了博王余毒 而且病症不比薄熙来轻 因为薄熙来有的罪名 孙政才也都有 而且还多了几条 在孙政才每条罪状之前的定语 不是严重践踏 就是严重违反 从最后那句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定论来判断 孙政才可能将会被判重刑 与薄熙一样 无期徒刑老死秦城 可能是他最好的结局 从7月15日 孙政才被通报罢免 到9月29日被双开移送司法 时间只用了两个半月 与当初薄熙来用了大半年才走完 这个过程相比较 中共在处理孙政才案子上 显然加快了许多 外界对于这个高校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说之前早就查好了 只是等待拿下的时机 有的说没啥可查 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还有的说是事态严重 必须紧急止血等等 而从孙政才的丧失政治立场 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和泄露组织机密这两个特殊罪名来判断 后一种说法即事态严重 必须以紧急止血方式来处理的说法比较靠谱 或说孙政才可能卷入或参与了某种政变阴谋 而被紧急拿下 这一点也可以从正在北京进行的 习近平执政成就展上展出的一张六人帮的照片 得到一些佐证 说到泄密 不得不提到每天在网上进行所谓爆料的郭文贵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孙政才是在受到郭文贵力挺之后的第二天就被拿下 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不得而知 但孙政才泄了什么密 向谁泄的密 势必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猜谜游戏 虽然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还有待认证 但在大陆传播国所爆料的内容则会引火上身 有报道说 河南一陈姓村民最近在微信群里说了一个孟子 就以寻讯滋事被抓走行政拘留了五天 而广东一田姓男子 因在微信群内以孟建柱指代中共的公安部长孟建柱 并转发了部分郭文贵的爆料内容而遭到刑拘七天的处罚 当然 孟建柱三个字 现在已成为大陆网络的敏感词而被屏蔽 看来中国梦是清真的 里面不能有猪 因为孟建柱是违法的 好 各位朋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